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攝錄攝影大事報的本週來故 我是你的主持Yanny 首先代表攝錄同仁和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牛年牛年秋天 拍多些照片創意無限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百毒不侵 上星期Sony真的很多搞作 Sony的機王Sony Alpha 1 已經開始在香港接受預訂 預計會在3月2日開始出貨 它的正機價賣港幣49,990 現在預購還會送一張80GB的 CF-Express Type-A的記憶卡 說到8K的旗艦機 大家最關心的是 它拍8K的影片會不會超過熱呢? 好幸好外國Youtuber Java Undone已經幫我們做過 一個連續拍片的測試 在正常室溫23度之後 Sony Alpha 1可以連續 以8K拍攝1小時19分鐘的影片 如果加到Dummy Battery 可以多玩兩個小時 也不會過意 我們之前在IG做過投票 78%的朋友覺得 這個表現應該夠了 22%的朋友覺得可以再長一點 2月9日Sony正式發布 Sony1V2.0的Thumbware Update 現在用USB線可以直接連去電腦 同時採索畫面和聲音 用電腦直播更方便 新的Thumbware Update支援1280x720p直播 畫質要將一部提供 同時用支援尾機、防震和產品展示 一些設定適合各大部署 用Z1的朋友記得做Thumbware Update Sony之前被外國的Rumers網站 劇爆了他們已經註冊了一部 叫XX3的相機 同日還流出了XX3的絕密相片 這部相機看上去有點像Blackmagic Pocket的相機 應該會是Sony的Cinema相機系列 裡面最小的Full Frame相機 這部相機預計可以提供 8K或者Oversample DCI 4K的拍片功能 預計的售價應該會便宜過 之前發布的FX6和A1旗艦機 少許低於港幣$49,990 Canon宣布追蹤了一個叫Photone Q0的手機應用程式 它會用人工智能來簡化我們選照的程序 Canon就說這個Apps最主要就是用四個AI的參數 包括照片的清晰度、有沒有雜訊、人的情感和眼睛打開 這四個掌質它會幫你用AI來減照的 而這個應用程式已經在iOS的App Store上架了 要費是$2.99美金 然後是$14.99美金 如果現在下載可以免費三天的使用期 用iPhone的朋友可以試一試 Canon還發布了一款叫做 STE3RC第二代全新的Speedlight Transmitter 這個第二代的Speedlight Transmitter 現在支援新的FE儲存模式 以及一個比較省電的微閃光功能 它的售價是$300美金 遠低於它的第一代賣的$470美金 不過以這個價錢 應該都可以買到幾個副廠的Speedlight Transmitter 如果一個Canon和五個副廠 大家又會怎樣選擇呢? 攝錄的朋友有27%是選擇一個Canon 有73%是選擇五個副廠的 Adobe對其外的生態系統進行了大更新 Photoshop除了Preset Synchronize的功能之外 現在還可以邀請多人協作 只要你將PSD檔在雲端 就可以用email邀請其他人一起Edit 有29%攝錄的朋友覺得是Designer的福音 其餘大部分人都覺得 其實設計的東西多人弄更麻煩 根據日本BCN最新的排名顯示 Panasonic只是佔日本全片幅市場2% 作為elma alliance的大哥 錄得這麼低的市場佔有力 真的令人有點擔心 53%攝錄的朋友覺得elma alliance不多 夠用 出多些鏡才好說 過了兩天 中國品牌老華宣布對現在現有4支鏡頭 再加推elma alliance 不過全部都是手動鏡頭 不知道合不合你用呢? 其他素廠鏡方面 今個星期都有兩支新鏡頭 台灣的品牌cam 馬上宣布他們會在大年初一發佈 一支32mm f1.1大光圈的手動鏡頭 4個卡口分別是canon USM、FUJI X、SONY和M43 售價是$300美金 另外中國品牌永樂都發佈了一支 專為M43而設的鏡頭 25mm f1.7 重量只是150g 預計的售價會低於$150美金 兩支都是大光圈的鏡頭 不知道合不合身水呢? 來到最後一段新聞 英國的初創公司Photogram 上個星期在Indiegogo發佈了一部 叫Alice Camera的AI相機 這部相機近年有什麼特別呢? Alice Camera擁有M43的感光元件 和M43卡口可以連接相機用的 沒有換鏡頭 它以AI程式的Learning 去運算、Color Science 自動對焦、自動曝光、追焦和影片防震等等的功能 另一邊它是以5G Wi-Fi連接的手機 可以透過它自家設計的手機app 下載、編輯、輸出相片和影片 它的售價是$550英鎊 今年Q4就會開始發貨 14%接錄的朋友覺得這部機很先進 但86%覺得應該是玩具機 小研覺得這部機其實很適合生命的內容創作者 試想像你這邊用大光亮鏡頭 拍照後可以用Wi-Fi 立即傳到手機上 用AI調色直接上IG 還可以用來做YouTube直播 不過價錢度 算起來也要$6000港幣 還要Q4才發貨 我覺得等一部iPhone 13好像更便宜了 以上就是本週最重要的幾宗新聞 如果大家想重溫它的文字版有 或者看多幾宗 可以立即上我們的IG、Facebook 或者Miri重溫這些內容 如果你想參與投票環節 記得重點關注我們的Instagram 最後最後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三部曲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記得按旁邊的鐘 就可以及時第一時間收睇接錄的影片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MING product MING IG MING MING